全民Encore全能狗S宠物 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早上特别的忙碌 跑到了理法院 开了一个记者会 记者会的最主要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对于我们 我们晓得动物药 有分经济动物 跟我们非经济动物 也就是说像我们一般 饲养的犬猫兔子 天竹鼠变色龙等等 乌龟等等 因此在非经济动物 在用药品如果不足的话 可以使用人用药的 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问题了 也持续了很久 那最近呢 现在可能会碰到一些 这个无药可用的一些状态 因此呢 今天的记者会 由中华民国兽医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 来召集大家来召开 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主要诉求就是说 希望能够让毛孩子 有药可以用 有药可以来救命 所以因此呢 今天我就特别邀请到 我们中华民国兽医 内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也是呢 我们这个 台北市士林区 县桥动物医院的院长 温伯源 温伯医师 我们先听一首 好听的歌曲之后 我们就来 好好的来问一下 我们的温伯医师 这首歌呢 是非常好听的 风飞飞所唱的 好好爱我 也希望呢 我们的毛孩子 也能够好好用到药 小 Sammy 所以我来见到 充逐季 这里对眼睫子 你 快让人感严重 这样子 妈 咱咱咱 好好爱我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老歌听起来真的是感觉不太一样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中华民国兽医内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汪博元汪医师 汪医师 大家好 OK我们又见面了 早上再见面 早上见面 我想说因为其实这个议题 我相信有四样宠物的朋友们 主人们应该都非常了解 为什么这个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好像似乎都没有解决的这种感觉 然后甚至于好像会有感觉越来越严重 我想说您尝试长期的从事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为我们猫孩子争取 用药的这样子一个权力的工作者上面 我想请问问医师 这个事情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这应该要从六年前开始讲 六年前那个时候 刚好我们受益有出现一个 就是RM30 就是新智虫的治疗药物的缺乏的时候 刚好有出现伪药的问题 那时候 稽查的过程当中 那个卫福部的这个卫生局 新智虫市的当地的卫生局就也开始寄查人用药的流向 然后就发现 有那个点滴的药厂卖给动物医院 就立刻开罚这个点滴的厂商 所以就造成一时间所有的这个药厂就不敢出药给动物医院 等等这个点滴在我们其实在我本身的病床抽医师 其实我们也3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在用 那似乎我也找不到 我也想要找到我们动物用的点滴 那这点温医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啊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设计给人用的 那没有动物的药厂会直接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在动物身上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直接就是使用在动物身上 那在国外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就是人用药跟这个动物用药 其实都是一条边的管理 那只是就是就给做一些使用 那我们国家是不太一样的 那是分开的 所以在人用药的部分是归卫妇部管理 那动物用药的部分就归这个 那个农委会防检局管理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才导致说 因为我们在药事法50条规定是说 我们受医诊疗机构并不是贩售对象 所以人用药 就是连点滴也算人用药了 甚至连医用氧气也是 连氧气都不能用 所以当时间一时间划来 所以六年前才会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才会开会去做讨论说 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时候因为本来是说 直接药事法里面放进去 这个受医诊疗机构就可以解决了 最直接就是第50条修改 可是因为那时候不管是社会舆论 或是反正就是也没有人支持 所以只好在修动保法 只有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农委会主委陈跑级的这个帮忙下 所以就只要修动保法的部分 把所有的使用人用药的这个法条 放在动保法里面 然后给予一个法院 然后从这个法院里面再去给予一个管理办法 所以这六年来就是为了这个人用药 使用在这个非经济动物的这个管理办法 这六年来都没办法把这个办法定定出来 那我们只能用战刑条 就是当时的立法院有做了一个战刑条例 说在还没有办法通过之前 先开放六百项给这个受益去使用 是我想请问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我们所谓把我们受益师 可以就对于伴侣动物了 可以使用人用药这样法条 放在我们的动保法里面 所以这个依法下面就要有一个实行细则 或是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到现在还没定 对就是就是为什么 最近都在吵这个议题的问题 本来去年已经预定公告了 大家也都谈好了 可是要是公会全联会 他就在一期间又翻盘了 又在今年年初去找监委 去把我们协调的版本被推翻了 就说这个东西不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在监委的坚持下 所以要重新再去做协商跟讨论 那也就在6月5号的时候 本来要开再一次的这个协调的部分 那要是就要是公会的全联会代表 就退席抗议 就完全连谈都不谈 就是说有人有到场 对 但是就是就退席 都退席完全不参加这个会议 OK好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个因为事情细则 或是一个事情办法还没定好 所以因此才会有这样子来来去去 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说法 就到今年年底就没有用没有药可以用了 应该准确来讲不是说今年年底就没有药可以用 今年年底开始人用药的部分会进入GDP 我们讲的GDP这是一个优良的药物运送规范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会开始进入流向管制 那逐步的进行三年之后才会完全所有的药物列入这个流向管制 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年底开始的时候就会有部分的品项开始 你可能会买不到药物了 因为他必须要贩售对象是要符合他要事法 就是第50条你们规定的一些销售对象 对 但假如说不符合他就不会出货给你 那你假如不处理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未来收益诊疗机构就买不到药物 然后逐渐的开始 那三年之后就真的买不到 所以今年年底是开始 开始是 但是什么时候要完全是要看他们的进程 那假如快一点 他们假如说很多很方便很使用很快 那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对就可以很快就可以拿不到药了 所以这就是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OK那我想再请问一下温医师 就是说其实好 那因为我们晓得在动物用药上面都有一些字号 不管是动物输入字几号 或是动物怎么字几号 那其实我们在一般的人大家很想象 其实我也被问过这样的问题 那药商药厂只要生产 只要上面标签 或者是说这个生产的过程 我们就是专门为动物使用 那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他不肯这样说 这个就跟法律的法条规范是有关系的 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用药的制程上面 它是有规定的 你要生产给人用跟给动物用 是必须要分开产线 不可以用在同一条产线上面 就立马变成动物 即便是同样的东西 那就说这条生产线完全是我们为了人来使用的 所以这条生产线他休息的时候 他不能生产动物的 不行 他就必须要另外再开另外一条新的生产线 这是规定 所以法律上面对于人用药的一个保障 保障跟品质的部分 他避免说你药厂跟动物用药混在一起的时候污染到人用药的一个安全性 所以这个法条规定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所以就变成说你场上必须要另外再拉一条生产线出来 那不然就是说你要变成这样子 就是说你出来之后你必须要动物用药的这个法规要符合 所以就变成说他有两个法规必须要去做磨合 所以这两个法规部分很强就把所有的出入都绑死了 对 对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很简单 在我们的想法都很简单 说我能用药直接就贴标变成动物用药出来就变动药就好了 就解决了 可是这真的就是不能这样子做了 OK 所以为什么那好我们再反推回来好了 那为什么动物这一般的制药厂 他不肯另辟一条线来专门为动物来生产动物专用的药品 OK 这个就要谈到说市场规模跟经济规模的大小 你看你一条生产线拉出来要重新走这个制程 然后要做动物实验 因为你变成动物用药 在我们动物用药品管理办法里面就有规定了 你就必须要符合读用对象的读物试验 所以假如用来狗跟猫 那就必须做完狗跟猫的毒性试验跟药理试验之后 你才可以登记成动物用药 才会有许可治好 对 所以这就是在每一个药品在上市之前就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那有一个药厂会为了一个旧药 这是一个很便宜的药物 然后他再去开一条生产线 再去帮你做完这个毒理试验 药理试验之后 然后再申请一张许可证 然后这个药要卖多少钱 所以基本上药厂的部分就并不会去做这么处理 除非说他是动物特殊的药品 就像我们现在用了很多的动物专用药品 因为这个时候动物会用 所以他发明出来之后 他当然就只有在动物身上 那在于人有的状况下 他就不会再去另外再拉生产线出来 对真的是不合成本 我也是刚刚这样提到的一个重点 我这边举两个数字来跟大家做分享 在美国的话他的狗跟猫加起来有1亿多只 他的市场的规模就这么大 在台湾的话总共狗跟猫加起来多少 然后200多万只 所以因此你另辟一条生产线 再去经过这样子申请到一个许可字号 然后每个月的销量就针对服务 这230万240万只 因此真的在经济效益上 他根本就基本是没有办法来负担的 对好 那在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我想再问一下这个文医师 那您刚刚讲的是说 依照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表列 有600项的药品 可以让动物业来使用 那您觉得这样600项够吗 基本上600项只能解燃煤之急 那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虽然说开放了600项 是合法的大概是可以拿到 因为没有进行流向管制 所以现在很多动物还是可以拿得到药 是因为他没有管制 所以当然还是有人可以卖 虽然说我在这边讲 可是这是不合法的事情 可是还是为了动物需求 我们还是得要这么做 所以其实项目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其实像美国学习 美国是用负面表列的方式 就是说相信收益师的专业 然后运用在这个非经济动物身上 然后不要千万使用人用药 那像这样子的部分来处理的话 就可以解决收益师所有的问题 要不然像现在肿瘤的药物 其实没有列在里面 所以现在很多肿瘤 得到肿瘤的毛小孩的 这个爸爸妈妈也是一样 就是就为了这个拿这个药 那只有收益师停而走 选去拿人用药来去做处理 真的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中华民国内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吴翁博元 吴翁医师 那我想说呢 待会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就开放我们现场的call in 我们先提早 那开放call in呢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 或是您对这个议题 有相关的一些想法 或是意见 都欢迎您call in进来 我们call in电话是 02-8369-3398 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全名uncall全能狗S宠物当家节目 我是兽医师杨静宇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中华民国兽医内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温博元汪医师 汪医师呢 也是特别的强项 他的专长就在于 这个小动物的心脏方面的疾病 那刚刚好呢 在我们这个脸书上面呢 我们的这个直播上面呢 有一位吴先生所留言 他说他们家的狗长期都在吃心脏药 那这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没有药的话 对他有没有影响 这个影响可能就大了 因为现在目前专用的动物用药的心脏病 只有一个药物就是那个瓶末奔登 然后其他的药物像利尿剂啊 像那个毛蒂皇啊 像那个降血压的药物啊 这全部都是人用药 全部都人用药 你假如说没有这些药物的配合 你只有一个动物专用的心脏病的药 那不好意思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毛小孩的这个生命的维持 可能就没办法像一般的这个 这个治疗之后效果就那么好 可以维持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温医师 基本上在治疗心脏病方面的 他一个药方 就是说一个治疗药 其实它包含了好多种不同 那真正这样子的话 您刚刚有提到说除了皮膜奔登以外 它是受益专用 那其他几乎都是要在人用药上面 那依照我们这样子的您统计过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 不管是看皮肤病也好 或者说呼吸道疾病或消化道 我们会使用到人用药品的比例大概有占多少 基本上大概在我们在台湾的话 我的我的临床经验上面大概是80%是人用药 20%是受益专用药 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有大概10%的药物 这个动物药商并没有进到台湾来 所以有一些药物我们并没有办法拿得到 所以变成说还是得用人用药来去做取代 等等等等 王医生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受益在国外制造的一些药品 它目前是没有代替进口到台湾来的 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动物药品管理办法 跟厂商愿不愿意 就是办理这样进口 那假如厂商不办理进口 这些药虽然说合法的动物用药 可是在国外是可以使用 可是在台湾就是没有 对啊 就是没办法去做使用 是 那如果说 如果说真的 真的有那么一天 就知道12月以后 因为要有一个药品的流向管制 那流向管制实施之后 如果真的拿不到药的话 那你觉得猫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办法 其实基本上 我相信 我相信在年底之前 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不管是怎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希望是说是能够朝好的方向去做处理 然后用一个合法的管制的方式 那让这个人用药可以使用在动物 这个飞行机的动物身上 就是我们的这个伴侣动物身上 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方式 那假如真的到年底之后开始 还是没有过 然后逐渐的很多药物没有拿到 那就变成说受益师就像可能会做一些变成违法的事情 那可能这时候受益师可能都不做了 可能会来做检举达人吧 那我想温医生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早上的立法院的记者会 那因为你有写了一篇 有关于希望为什么说明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诉求的目的 在这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 可以 其实我们受益工会的跟学会的 其实统合的意见只有两点 其实第一点就是 我们受益团体其实是愿意接受人用药的流向管制 是没有问题 我们会配合这个不管是食药署 或是防疫局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都愿意配合去使用 因为毕竟我们的重点是在治疗动物 让他恢复自己健康 而不是去跟药师去吵去增值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部分来讲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药师全联会的代表 能够坐下来好好谈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用这种兼幣亲野的方式 就是退息抗疫什么都不谈 那什么都不谈就是没得谈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毛小孩来讲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是说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说 我们如何把这药合法的 可以让瘦医师去使用 然后能够救更多的毛小孩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他所担心的 或是在考量的药品流向方面 其实透过一些管理 或是说一个申报 比方说我进了多少代的点滴 或是我进了多少颗的抗生素 或其他的药物 他只要经过这样子 我们的病例登记 其实要算出来的用量 流向是很快很方便的 对啊 因为其实受益已经很有经验了 因为我们已经长期在使用管制药品 管制药品比人用药更危险了 因为它那个滥用就变成毒品了 所以瘦医师在于这个管制药品 已经这么多年的使用下来 大概已经有十年左右 那这样的经验而且都配合管理 而且瘦医师的这个自主性非常的强 这种管理都不会出问题的 更何况是人用药 那其实我觉得就刚刚这个杨医师所提到的 我们只要能够接受第一个进货 我们有记录 第二我们病例上有记载 其实这些东西都有 都有缓缓相扣 不可能说我们开药病例不记载 这个是不行的 那这个东西 假如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条例的话 我想这个管制其实是很简单 也不会太困难 是 只要细部上面来做好规划 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瘦医师我再请问你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一般的临床工作上面 在你个人的认为 在很多不同系统的疾病里面 哪一些类别是特别需要用到人用药 甚至于几乎全部都要用到人用药 其实最常用的其实就是皮肤病的药 其实皮肤病药几乎都是人用药 不管抗主治安 不管那个雷固醇 不管是治疗黴菌的药物 治疗细菌的药物 抗生素之类全部都是人用药 几乎我看不到有多少格式 除了那个戒检虫以外 对对对 除了那个戒检虫 那个艾莫莫那个是动物用药 除了那个以外 大概几乎所有皮肤病 你需要治疗的部分的药物 都需要用到人用药 那你专门用药 当然 收医有收医专门用的抗生素 可是它只是第一线的抗生素 当你那种很严重的农皮症 或者说都需要用到后线抗生素的时候 那也都是人用药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是 动物用药可以开了后线的药物 是 所以也就是说在皮肤病上面 几乎几乎了百分之九成以上 都是用人用的藥物 好 那再接下来 我再请问一下温医师 就说在我们 这次我们刚刚所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 我们所陈述的 都是我们受医师 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就说在用药方面 在管制流量方面 对于手法性上面 对等等 那我想说 不晓得您聊不了解 药师他们这边 或是食药署这边 他们的态度 或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药师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们是觉得是说 他们希望是说 由他们来进行管理的部分 那因为他们觉得说 人用药品是归 药师来去做 工程管理 所以他们是觉得说 必须要经过药师的 手之后才能把这药物释出来 那所以就变成说 他们的要求就是 希望受医能够开立处方前 到药局去领药 然后再去做治疗 不过这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那假如说 你药不直接出到动物医院 那我们在急救的时候 那动物进来 然后已经快要死掉了 然后我开了一个处方签 然后你再去药局领药 再回来救这只动物的时候 那时间 时间性应该来不及救了吧 我想大部分急救的动物 大概就没有办法去做处理了 所以很多时候的考量 这一点部分就会很 很让人家质疑说 那到底这样子 到底是在管理 为了管理而管理 还是说 为了其他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一点 导师我非常赞同 文艺师提到的 就是说因为有时候 我们比方说开刀 那开刀有时候 一些突发状况 或是说需要一些 紧急的一些处理 其实往往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那当我们动物医院里面 没有配备 或是没有储存 或是甚至于 没有这样子的药品 在紧急情况需求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 尤其是我相信 有许多药师 也不是24小时开店 所以因此呢 真的是在这个购买上面 或使用上面 会有很大的问题 好 那我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想再请问一下 文艺师这里 就是好 如果说药师 药师他们的一个想法 就是透过他们的手来管理 或者说这样子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他们在 试法性上面的问题 因为他们现在 只常讲是说 我们收医师 我们非这个药师法 第50条 可以购买的一个对象 那他们如果说药师 他是否有对于 受药有一些 这个专业上面的考量 或是说 他在调剂上面 也会有什么一些限制 根据收医师法的规定 那不管是处方 或是调剂 都在收医师身上 所以假如按照 这样子的状况 去做推演的话 假设说 他们要开离厨房间 变成是说 我们开离厨房间 只能让市主去领药 还要拿回到动物音乐 来调剂 所以说你要抹粉 装胶囊 这个还是收医师做的工作 药师是不可以做的 因为按照收医师法 规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的处方 只能变成够药而已 只能买药而已 那变成说 他没有办法调剂 所以到时候还要回到动物 所以 那个生病的狗 狗就变成我 我来看一次诊 看完之后 再把狗包到药局去 因为要核对身份 所以你要确定是狗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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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扫击病 确定是不是这只狗 他才领药嘛 领完药 再把狗再报回动物院 然后再把它磨完药 然后再喂牠 嗯 假如說買不到藥的時候 你要把這隻狗再包到另外一家藥局去 再去買藥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會讓 序祖會好像 本來只要花一次的時間 他可能要花三次的時間 搞到最後 毛小孩也很痛苦 序祖也很痛苦 收醫師也很痛苦 我想你剛剛提到一個非常重點 我突然想到這個 因為我們人在看病的時候 我們會有健保卡 或者甚至於身份證號碼 可是狗狗來講 唯一能夠識別身份的 是不是就是晶片 那現在依照目前晶片的普及率 您大概有沒有什麼任何的information 或者說你覺得大概有多少個百分比 晶片普及率現在大概只有 我相信大概只有五成到六成而已 五到六成的分比 然後你假如說未來 你真的要用處方箭的方式 你變成每一隻狗都 狗棒都得打晶片 都得打晶片 你才能做身份確診 就跟我們用健保卡是一樣的 不然你怎麼確定 你這張處方箭是用在這隻狗身上 所以這個配套的部分 跟處方箭的這些管理的方式 我上次在會議上的時候 我就問了食藥主說 那你們要怎麼去管理這張處方箭 到底是真的假的 真的如何認證 對啊認證 因為現在因為在人醫方面 是有全民健保 所以因此每個藥師或每個藥房 或甚至於醫院裡面的藥劑師這邊 他們都會有一個編碼或是有一個號碼 那如果說我們動物台全台灣1700多家動物醫院 如何去認證我們所開立的處方箭 所以就是說你看1700多家 你沒有一個統一制式的規格 你沒有晶片的輔助 那你怎麼確定這個處方箭的真偽 那就變成藥物濫用就從這邊就可以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當下在開會的時候 其實不太主張說吃出處方箭的原因 在這裡說到時候會有人 反而更亂 對會讓人會有人去利用這種方式 去圍造這些處方箭 去把人用藥弄出來之後 做更其他的更不法的勾當 那我覺得這對於管理來講 其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是OK好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的特別來賓是中華民國 獸醫內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溫博元 溫醫師 我們談的最主要的主題話題 就是動物使用這個人藥的方面的一些 相關的牽扯出來的問題 我們進段廣告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 全民oncode全能狗S寵物當家節目 我是獸醫師楊靜宇 我們當然現在我們依然開放我們現場的call in 我們call in電話是0283693398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特別來賓是溫博元 溫醫師是中華民國獸醫內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溫醫師這邊剛剛有聽眾朋友說他剛剛進到節目 所以聽有點無煞嗓我們在聊什麼 來來簡單花一分鐘跟我們大家聽眾朋友綜合一下 就是說做個結論就是我們今天最主要訪談 訪談溫醫師的目的跟宗旨 其實今天受到楊醫師邀請來其實就是要談人用藥用在非經濟動物身上的一些困境 然後那因為這些六年前開始發生的這樣的事情就是因為我們國家的管理的藥物的部分是人用藥部分歸衛服部管 然後動物用藥歸那個防檢區管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使用人用藥的時候是沒有列入在藥事法裡面的 所以診療機構是沒有辦法去跟藥商直接買藥 一直以來都不會發生問題是因為我們的藥品都沒有人用藥品沒有一個流向管制的控制 從今年年底開始然後衛服部要推動GDP就是優良藥物管理規則 那這樣子的部分來講的話就會讓人用藥逐步的就進入到管制的狀況 就是不能隨便拿得到藥 那變成說我們必須不是販售對象我們就拿不到藥 那因為有六年前這樣的問題說我們有一個暫行條例 然後可以讓收益允許使用這些藥物 那管理辦法還沒有通過 因為這個管理辦法其實就是還在討論中 那希望那個管理辦法能早點出來大家就可以解決人用藥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的部分來講 現在目前面臨到問題就是管理辦法一直出不來 然後這個藥室全聯會的部分都在 應該不是說都在啦 就是說他們有很多的意見 希望說能夠完全的由藥室來去做管理 那我剛才有稍微提到的 假設說我們開離子房間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然後可能連身份的核對 晶片要施打 這些東西都要面臨所有全部的通盤考量 你才有辦法將廚房間釋出 要不然就會有人利用廚房間去做怪 可能就是偽造廚房間 把人用藥把它拿出去做不法的勾當 那我覺得這不是我們收醫師想要看到的部分 就是我們只是為了要救動物 可是使用人用藥去做處理 那因為動物醫院拿到這些藥 動物醫院負全責 收醫師也負全責的去使用這些藥物 也不會把它流出去賣出去 那市主拿到廚房間之後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會去copy這樣的廚房間去做 其實這反而就是一個相對的一個更好管理的一個方式 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找到源頭來查訪也好 或是來這個增調你的病歷紀錄也好 你進了多少銷到哪裡去 其實反而是更方便的 動物醫院其實是最好管理的 就是一個定點在這邊 我要查訪要怎麼樣 就其實比較好 你想把它散出去變成 每個敘述都拿到一張廚房間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要針對廚房間來去做監查 那不是更麻煩嗎 你本來只要1700家去訪查就好 你現在變每一張廚房間散出去的時候 那有多少廚房間你要去核對 真的沒錯 因為這邊我想這邊特別挑出來說的就是 因為在人用藥方面 大家體重可能上下差距不到一二十公斤 也就是說可能是60到80公斤之類 可是在動物來講 它的體型差別大小非常的大 有的是兩公斤 有的甚至於是80公斤 幾顆的小老鼠 對真的 所以這個在實行上面 我真的希望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訴求 就希望讓我們的聽眾朋友 讓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真正在實行上面 我們臨床受醫師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其實排名一直在前三名之間 那在您的工作上面 您覺得在心臟病方面 有哪些特別要特別讓我們的毛孩子注意的 其實在台灣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小型犬 那小型狗的部分來講 大概是台灣比較常見的飼養的寵物 那在狗身上來講的話 當然最常見的就是半魔性的疾病 就是在年紀變大 你可能這個狗開始會 走路會開始喘得很厲害 或者說甚至運動性下降 就運動不耐 然後或是說甚至會暈倒 這些都是明顯的臨床症狀 那有些主人會覺得說咳嗽 會覺得色心臟病 那很多時候其實咳嗽跟氣管的問題會比較多 那新衣性的咳嗽也是有 但是這種頻率就比較沒有這麼多 所以基本上很多主人帶到動物院去的時候 通常都是呼吸困難的時候 就是沸水走了 那也是蠻嚴重的 對對對 都是比較嚴重 因爲什麼 因爲狗不會跟你講話 牠不會 我我我我 不舒服 不舒服 對對對 心痛 不可能這樣子 對啊 所以 所以他當然就是只要 只好怎麼辦 他只好就是主人看到他的臨床症狀 就開始 可能第一天咳兩三聲 第二天咳三四聲 最後到最後開始呼吸困難了 他發現說好嚴重 那就帶到院院去 通常到動物院院的時候都很嚴重 對 是 那在小型狗方面是屬於半魔方面的一些疾病 那在半魔方面的疾病 需要做哪些的檢查 因為其實我們曾經碰過了 就是說 是不是需要做進一步的 或者更深一步的 就是說講的 我們請心臟專科的溫醫師 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該做哪些檢查 有什麼樣的症狀 應該做哪些 好 那其實檢查方面其實不是很困難 我們其實現在都有分級的方式 去讓你了解你的狗狗是處於心臟病的哪一級 那根據美國內科學會的分級方式來講 說醫師可以先做第一件事就是聽診 聽診的部分有沒有聽到心雜音 你假如聽到心雜音的話 就是在我們的分級 ABCD裡面就分在B級 就是B1的部分 就是你可能就是已經有心雜音 那S光片的部分再去看 拍下來 看到你的心臟有沒有變大 輪廓有沒有變形 那假如說有的話 那就代表說你心臟已經變大 然後輪廓也異常 那可能就變成B2的一個心臟 那這是2009年開始到2018年 那今年2019年又改變這個分級方式 不過19年新的方式就是把 只要沒有進入到我們說的APIC STUDY 講的會非常專業的話 這個就比較沒有辦法聽得懂 不過這沒有關係 其實說我們還是先照以前的分級方式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那中間就是有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說我們可能需要用超音波 可能需要一些檢查來可以分到 這個在這個比這個型態變大更明顯 需要用到藥物的那一集 那所以基本上 你大概分級的方式 可以利用臨床的檢查來幫你做區分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聽診 S光片 這兩個其實可以幫你判別很多的 這個心臟病的一個初期 還是在已經要進入到心衰竭的診斷 都可以 那接下來當然是配合心臟超音波 心臟超音波做了之後 你大概就可以符合你 需不需要開始吃藥 那假如說你的動物S光片看起來 是正常的 聽診也沒有很大聲 那就不好意思 你就可以不需要做超音波 就是繼續觀察就好了 所以很多時候 不是每一隻狗都需要去做到超音波檢查 那做到超音波檢查代表說 那醫生已經認為你的已經可能需要 要吃藥了 所以才會幫你做超音波檢查 所以你可以諮詢你的收醫師 家庭收醫師 你可以問他說 我現在狗狗有沒有心雜音 因為你打預防針 每一個收醫師都會拿聽診斷幫你聽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的狗狗有沒有心雜音 也沒有列入到說 我已經在觀察 需要嚴密監控器 那就是說你每一年可能就定期去拍S光片 看看那個心臟有沒有越來越大 假設心臟一直都沒有變大 那你就很恭喜你的狗狗就是 雖然有心臟病 但是他不會變成性衰竭 但是他假如說形態慢慢的變大 達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收醫師就會建議你做超音波 那時候可能就要考慮是不是要開始使用藥物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一般來講很嚴重 當然是S光片一派就是肺水腫 那就是心衰竭 那當然一定要吃藥 而且你就不能停藥了 因為你停藥 他可能隨時又變成肺水腫 所以心臟病的部分只要沒有進入心衰竭 他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可以走 所以不用擔心 是OK 那我想說就是說 是不是有一些年齡上面 可以來輔助我們這個寵物主人來參考 是不是幾歲以上要進入到一些什麼 正常比例 就是說幾歲以上是要特別要小心留意的 心臟病來講的話 除了先天性心臟病 先天性心臟病大概是在一歲以前 就應該會發病了 那你的慢性的疾病 像慢膜性疾病 在狗狗來講的話 那可能就大部分來講大概五六歲之後 就是大概到中年之後 就是狗狗的中年 那七歲就進入老年期了 那五六歲之後你可能就開始最好是能夠定期的拍S光片 抽血去瞭解一下他的身體的狀況 那就跟人的定期健康檢查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我一直沒有談到貓 因為貓其實是一個 上帝派來毀滅收益是最好的工具 因為他沒有一個規則 所以貓咪來講的話其實也沒有年紀的限定 他可能一歲他給你心臟病就發了 所以貓咪其實是對收益來講是很大的挑戰 他也沒辦法用一個規則性的去檢查 他可以早期診斷出來也沒辦法 他可能瞬間在兩個月內 他就出現一個心衰竭的症狀出來了 所以這個跟基因比較有關係 所以貓咪的部分就比較沒有辦法用一個規則方式來去做檢查 OK 好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特別來賓 是中華民國內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翁博元翁醫師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廣告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 全民oncode全能狗S寵物當家節目 我是獸醫師楊靜宇 那接下來我們持續開放我們的call in 電話 電話是02-8369-3398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的特別來賓 是中華民國獸醫內科醫學會的理事長翁博元翁醫師 同時也是我們士林區劍橋動物醫院的院長 翁醫師 剛剛在廣告的時候 有一位Chester的一位挺有留言 說他們家有一隻14歲的狗狗 有二間半的拖鎚 目前經過醫師診斷是B2期 最近他想帶他出去玩 贏吃藥吃了三個月了 他最近想帶他出去玩 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或者說要特別要避免什麼事情 OK他假如不是出國 就只是在這個國內的旅遊來講的話 就是搭車或怎麼樣 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已經服藥三個多 其實基本上是會蠻穩定的 那只要不要第一個太興奮 就是過度太high了 不要過度興奮 因為已經有脫鎚了 就怕劍鎖急性斷裂 因為你的伴膜已經有脫鎚 代表說你已經有部分的劍鎖 已經是斷裂 那假如說再多斷幾根 那就會急性斷裂的時候 就會很嚴重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就不能太熱 第二個部分來講 就不要太熱 因為尤其像現在夏天 因為狗很熱 他心態要跳很快 那就很容易出現血液率的症狀 那所以太熱的狀況也要避免 帶他去和換山 很涼啊 十幾度晚上 假如說是天氣比較涼爽的部分來講 對他來講 就比較不會那麼緊迫 那當然是說你 第三個是說你舟車勞頓的部分的話 你要先看看你的狗狗會不會暈車 有很多狗就坐不到30分鐘的車子 他就開始吐啊 然後不舒服啊 這些狀況都會增加他的緊迫 那盡量避免狗狗緊迫 對他來講可能就比較OK 那你假如說開車 他假如說都適應沒有問題 那當然你坐旅遊是沒有問題 就說平常也習慣坐車了 對不對 對那就沒有問題了 OK 好那Chester剛剛瘟醫師有回答 第一個就不要太嗨 就不讓他太興奮 第二個就不能太熱 太熱 其實對他心臟的衰竭也是有影響 第三個就是說 不要那個暈車 或者說他根本以前就從來沒有坐過車子 一下子 這也是會造成緊張的緊迫的原因 文醫師我想說現在我們再拉回來講一下心臟 剛你講說那個貓咪 他是來挑戰受意識的 而且他的發生心臟方面的問題 比較沒有一些年齡或是說一些這個原因方面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尤其是貓 我特別要講因為我自己本身養三隻貓 他通常就是站在高高處或是蹲在那邊 你根本也很難察覺他到底是不是有些心臟方面的症狀 那是否貓跟狗的心臟病的初期或中期的症狀都是一樣的 其實你假如要觀察你的動物有沒有出現心臟病的症狀 在動物來講的話其實你可以觀察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他的呼吸次數 就是你的狗或貓貓他在家裡的時候休息的狀態下 你去看一下他的胸臂起伏的狀態 那每分鐘要少於30次 他只要大於30次他只要超過40下 那就有可能有問題 就是呼吸的頻率對不對次數 所以這是你第一個可以在家裡看的 比你看其他的症狀會來的更明顯 正常好像是16下16左右 168左右 因為你假如太熱那狗在喘那當然不能算 我是說是他安靜休息甚至在睡著的時候 你去看他的呼吸起伏那狀態 那假如說有超過40下代表可能就有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心跳數 那心跳數的話建議大家有時候你養寵物的話 就是狗跟貓你一定要抱起來摸摸他的鼓動脈 你就可以計算他的 來教大家分享一下怎麼樣去量一下這個貓 我們的貓孩子的心跳次數 因為基本上你摸胸部 你會很難去感受到他的心跳 除非他有心雜影才會明顯 假如是不行的狀況下 我建議大家是在大家往屬西部 就是他的這個大腿內側 然後往那個內側的部分 手指放到這個大腿骨的正中央 大腿骨的正中央 你就可以摸得到 那地方溫度特別高 對那邊比較高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摸得到鼓動脈的跳動 那你要多練習就一定摸得到 你慢慢的去移動你的手指左右去滑動 你就可以感受到很強的脈搏 那就是對 那會很像在 就會像 停診一下 不懂不懂這樣子的跳動 那你這樣就可以去計算 那你一定要讓你的貓是很easy的狀態下 你不要你的貓不喜歡抓 然後你硬抓他來 然後硬在那邊量 那絕對快 那一定快啊 那就不準了 那基本上貓咪的心跳不要超過160下 貓咪不要 在休息的狀態下 休息狀態不要超過160 那如果說休息的狀態下超過200 休息就有200 那代表他一定有問題 因為正常的貓咪在休息的狀態下 大概160到180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你假如說在休息狀態都已經是200下 那肯定一定有問題 好 那剛剛你講的那個 那個呼吸的次數也是講貓的嗎 對 貓的跟狗都一樣 都一樣 都是30次 那狗的跳速是不一樣而已 狗呢 狗有大小型的 嗯 大型小型的心跳速完全不同的 好吧 馬爾基斯 馬爾基斯的部分大概是140下160下 這是屬於正常 對正常左右 那休息狀態 休息狀態 然後像大型犬 就像那個金毛啊 黃金獵犬啊 金毛就表示你常去大陸演講 哈哈哈 對不對 去中國大陸演講 大家在講金毛 黃金獵犬 拉不拉多啊 像這種大型犬 大概80到100下左右 大概是正常 正常80到100 對 那你假如說更大型像聖伯納 杜冰啊 大丹啊 那種可能60到80下 嗯 那假如一般中型犬 大概就120下 到140下左右 嗯 那有一些短短 矢比穩的狗 就像什麼雞娃娃啦 西施啦 西施啦 鬥牛犬啦 八哥啊 像這種心態就會比較慢 嗯 因為他會有呼吸性的心率不增 是 那時候他的次數可能100下到120下左右 大概是這樣子 嗯 所以每一個品種 嗯 他的心跳數都不同 所以我就說 所以你說受醫師是不是很厲害 對啊 就必須要去背這麼多數字 哈哈哈哈 自己跑比較不會超速了 對啊 OK 好 那所以想 我想是說這樣子的話 好 最後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也快到了 在你臨床的經驗上面 你碰到最常有心臟病的全種 呃 就你剛才不是已經提了嗎 馬爾基斯在台灣是最常見是馬爾基斯 馬爾基斯 對啊 馬爾基斯其實 嗯 十字有有九字半 嗯 幾乎完全百分之百都會有心臟病 但是嗯 會發病 就是到新衰竭的嗯 馬爾基斯的比例最高 他可能到六成 嗯嗯 就是說他可能會百分之六十 診斷出來有心臟病到最後衰竭的 大概有六成 嗯 所以他這個跟品種 是有很大的關係 遺傳是他最重要的原因 OK 好 聽眾朋友都聽到了喔 那今天謝謝聽眾朋友的收聽 那接下來呢 今天 喔對 必須要再介紹一下我們翁醫師 今天的特別來賓 是中華民國收藝內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也是士林劍橋動物醫院的院長 翁部員翁醫師 非常謝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收聽